我们这个地方只要发心念佛 我真信真愿 极乐世界就一朵莲花 花苞就出现了 这花苞上有你的名字 将来往生 佛就拿这朵花来接你 你念佛的功德越大 念得越勤 花就越大 花的大小是你自己功德成就的 我们要真知道这一桩事情 那我相信你一定天天念阿弥陀佛 为什么呢 花越念越大 这是你带得去的 你念这个世界不管念什么 你走了之后一样的带不去 你念它感受不我 白念了 念阿弥陀佛是真念了 再得走点 这个课的基础 用真诚心 那个莲花光色越来越好 越来越大 修净土的人 要把这个当作我一生 第一桩打死 我要真干了 别的是小事 统统可以放下 那么这个三句五句话 是定型碗 我们初学的人 未能颇向 这凡夫 但能一向转直 这个法门 直方立向 他不叫你修空管 直定方向 西方是直方向 立向是有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这个不是立向 立向很难 初学没有功夫的人 立向的时候 等于落空了 摸不到边际 所以这个有效 只要专念 没有一个不往事 不须一页 不要怀疑 现实行人 这讲我们现在现前 修净土的人 实实在在 应该地心自数 这个地是真实 真实相信这个说法 不必先求立向 这是一桩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不必求立向 但当老师赤明 一向专制 无不往生 只要真心 真愿 老师念福 没有一个不往生 此社会众生 度生死害之 只能真严 用这个指针指示你 正确的方向 辽生死 出轮回的方向 我们要正看 再看底下一段 上 上面 以上 光影金楞 他引用了许多的金 跟祖师大的 住手 这叫做论 一民 痴明念福 书身 立了 世间 什么样的利益 都无法跟他相比 所以念福人 能把世间 所有利益的 也是方向 不再去理他了 为什么 世间利益 你要想通 得不到 死了之后 一样得不去 明文里 一样 带不去 公民富贵 带不去 金银财宝 都带不去 你再亲爱的人 也带不去 没有一样东西 你能带去 但是 念福的功德 是决定带去 聪明人 真正有智慧的人 带得去的 真干 带不去的 不干 这个道理要懂啊 不能浪费时间的 人生在世 最宝贵的 世界 其他的 不最宝贵 时间不能空过 时间 时间一定要念佛了 一句佛号 句句佛号 都是真实智慧 真实功德 我要求智慧 我要求功德 就念佛 念佛的智慧功德 是所有行门里头 都没有法则跟他相比的 最殊胜的智慧功德 最殊胜的智慧功德 我认词 我认词